因为下一个最新讯息 因为媒体有报道说 美国他们的印太司令部派出 200多位的训练教官驻台 帮助我们的部队 包括我们要义务役的一年 都会由美军的教官来教导 加强我们的训练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这对我们整体的义务役的士兵训练 甚至是支援役 是不是战力都可以加以强化 这次国防部没有否认 国防部说对有有有 很多人就问说 为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有 是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关系 变得很紧张吗 所以美国才派了这么多的教官 他其实不是 以前的教官主要来 都是跟海空军 还有一些特战 在做一些特殊的作战技术的 一些磨合跟传授 这些已经有了 对以前就有了 所以20%就是那一些 那80%会放在我们后备跟兴训 因为后备跟兴训这一段 我们曾经停止过 所谓的一年的兵役制度 所以绝大多数 那个四个月叫美国人交 不是很奇怪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他延长之后 美国必须要强化这一块 所以这一次美国来的 200个教官里面 80%就是在教什么 教后备旅 心训中心 所以以后的心训跟后备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美式的训练法 我到美国班尼堡去 全程参与他们的 这个心训的这个体验课程 我去过 我跟你讲真是超 虽然那时候我已经 大概40岁了 可是我认为我体能很好 这个马拉松我都跑得很快 我跟心训跑一趟下来 我真的 我说哇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金要这样超 要这样超 那真的很超 就他们来训练 这帮助我们的战力提升会非常大 非常大 他们早上四点钟 他们每个衣柜里面都有一个反光背心 那我们去 这要干嘛 要指挥交通吗 不是 四点钟起来跑一万公尺 每个人要穿着反光背心 自己跑哦 那个教官就在路口开始按马表 你时间到就要回来 那个训练强度非常强 然后结束跑 你早跑回来早洗澡早休息 休息完之后马上早餐 早餐完之后就全副武装 开始进入靶场的训练 他那个就是体能 训练的作战技术 作战技能 然后进入协调合作 包含了城镇站 那整套是揉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跟着去搞了十天 回来之后我们发现 哇 我说这一套训练引回中华民国 在我们陆军里面 我们的陆军会强很多 现在真的进来了 我是多久去的 民国101年去的 哇 那还蛮久了 现在更精锐 现在更强 对 所以说这些 这个80%的训练 有很多都是我们当时 在班尼堡认识的 他们都来了 他们都来了 那其实他的训练 他是说我们会把我们在美国 对于我们新兵 还有我们新训 还有国民兵的训练的强度 全部带到台湾来 对 那所以我说 所以不用担心说什么 什么当英联兵可能要去什么 又去拔草 浪费时间 绝对不会 看起来这个训练 绝对不会 这个绝对很充实 绝对很充实 而且他们那些 在班尼堡受训的这些士兵 我跟你讲 他们早上跑步的时候 都喜欢光上升 为什么 卖肌肉 真的够壮 真的够壮 所以我说 这些训练强度的教官 到台湾来以后 所有现在进入军中当兵的 我告诉你 半年后出来 你的女朋友会觉得 你实在是超人 那真的会很骄傲 都会变成一条硬汉 真的变成一条硬汉 这个真的是非常需要 所以这次广播没有否认 他说真的进来了 大家以后拭目以待 中华民国的陆军兴训 不再像以前那样